这一周我们台北一日游 大稻城迪化街 假日比年货大街人还多吗 凉爽的秋天走在大稻城的迪化街上 回来台北之后爱上了这里 感觉这里好亲切 除了可以买一些食材布皮药材南北货以外 这里呢还有传统小吃 应有尽有 到了假日的时候呢 他也会有一些艺文活动 但是呢我们没有去参加 只是来这里看一些历史建筑 然后在这里买一些东西啊 然后逛一逛吃东西 真的感觉很不错 难怪到了假日迪化街会塞爆咯 说实话第一次假日过来 把我给惊呆了 没有想到不是年华大街的时候 人潮也这么的多 月老庙呢是人潮很多以外 还有一些那个来自各地的旅游团 那可能假日的时候大家比较有空吧 所以都是这个时间点来这里 当然哦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外哦 逛累了 想去吃永乐市场的料 平常日来的时候呢 他大排长龙 特地呢选在假日过来 他应该比较没有人吧 却没有想到 他依然是大排长龙 只好去外面吃明乐其余米粉 当然啊 也很幸运的抢到了最后一位客人的机会 他们呢刚好要打烊 不再接客人 是不是很幸运呢 再走一点路 看到了好喜欢的小吃 客宅面线跟臭豆腐 虽然胃已经装不下了 但是呢还是得挤一个位置 再吃一碗 这吃者才想起来忘记拍影片分享 家人们 其实他的分量是很够的哦 请你们用温暖的心幸运的手 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